9月20号据路透社报道 一位德国政府官员表示 德国内政部正进化迫使电信运营商 在其5G网络中减少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据报道该官员称 德国电信和沃达峰等运营商 应在2026年10月1日之前 将其RNN和传输网络中的中国组件比例 降至不超过25% 在两方政府所在地首都柏林等敏感地区 还应完全禁止使用中国技术设备 据电信咨询公司Strand Consult的调查显示 目前华为设备在德国5G RNN网络中的占有率为59% 报道称 该官员表示 德国内政部制定了一个分步骤计划 打算在2026年前要求电信运营商 在其5G核心网络中 移除所有来自中国供应商的关键组件 这名官员甚至声称 德国内政部的结论是 迫切需要采取相关行动 以避免出现第二条北溪天然气管道事件的发生 路透社提到 德国内政部希望从下周起向内阁提交方案 但该方案可能面临来自数字事务部门的阻力 因为有观点担心 该计划可能影响德国本就缓慢的数字化进程 今年春季以来 德国政府因为国安风险对华为虎记网络关键组件进行调查 同时是否彻底禁用华为的社会讨论也在各处展开 柏林每日禁报日前公布了一份相关民意调查 105名18岁以上的德国公民参加了这次调查 调查显示 总体而言 45%知道华为品牌的受访者反对禁令 28%的人支持 25%的人不持立场 柏林每日禁报邪道 华为在德国家喻户晓 86%接受调查者 知道这家来自中国深圳的科技巨头 只有8%的人称该品牌陌生 事实上55%的人从未使用过华为产品 报道还称 受访者中很大一部分认为 华为能够推动德国的数字化进程 对此表示肯定和非常可能的比例为49% 表示相反的比例为30% 22%的人没有立场 再表示肯定的群组中 年轻人占有很大比例 事实上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西方国家 意图在5G网络介绍中 排斥中国企业的相关设备 今年6月16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 欧盟委员会口口声声说 华为中心等中国通信企业存在安全风险 却拿不出任何证据 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事实是 华为中心等中国通信企业在欧洲运营多年 不仅从未危害欧洲国家安全 而且有利促进了欧洲电信领域发展 创造了可观的经济社会效应 欧文斌说 欧委会在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的情况下 公开指定单个实体为高风险供应商 这有违法治精神 也是对欧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自由贸易 公平竞争原则的公开违背 我们强烈敦促欧盟遵守国际经贸规则 避免犯政治化 犯安全化 不得以安全为民行打压他国企业之事